扁淡物语 意犹未尽 阿扁专访台独大佬吴李裴资政 受限于广播时间无法畅所欲言 特别是2004年阿扁寻求连任 各界对副首搭档提出不同意见 阿扁非常感谢吴资政宝贵建言 对最后人选为敬人一声表歉意 结果证明阿扁的考量是正确的 否则不是赢2万9而是输2万9 选战赢的策略有时只能做不能说 节目结束后留下笔手画脚的画面 向第一线的医护防疫人员 致最高敬意 扁按政治迫害 平凡阿扁总统